膝盖是身体的一部分,也是参与日常活动的重要度位,随着年龄的增长,习惯节的活动频繁,膝盖老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,大多数中老年人会感觉到了膝盖活动不比年轻时灵活了,而且经常会感觉到疼痛,那么,膝盖老化应该怎么办呢? 如果是需要全身用药的,可以选择症痛剂,雷声素,软部保护剂等,直播用药主要是将药物注射到关节腔中,或者外用于关节表面,注射的药物有糖皮至激素,透明至酸炎等,而外用的药物有非三体抗炎药,如浮沙瘤乳酵或者消炎药等 三,运动疗法,膝盖浪化患者大多是需要卧床休息的,特别是有关节肿张症状的患者,但是患者不能一直躺着床上,适当运动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早期的患者可以适当进行相应的活动,这样对膝盖功能的恢复有促进作用 但是,至于做什么运动比较好,需要结合医生的意见来选择,紧顿练习对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,有一定的效果 膝盖老化者除了要进行恢复措施外,还需要注意对膝关节的保护,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 比如,久站,久坐,会影响到膝关节的血液循环,也可能会使关节内部组织沾联在一起 所以,时常变换一下姿势,久坐后需要提升活动活动 空前的时候按摩一下膝盖部位,以此促进血液循环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